心灵回收站 欣扬怪气地说 又给你爸妈做饭呢 这才于不便宜吧 还好 医生说 才于汤对伤口愈合有好处 我轻声细语地应答 嘖嘖 比猪肉都贵 要我说人上了年纪 就该少折腾 折腾出了事 不是给子女们找麻烦吗 你爸妈这一住院 自己受罪不说 还连带着你天天往医院跑 婆婆又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 我拾去地闭了嘴 埋头继续煲汤 做好饭菜分类打包好 出门前才低声下气地 嘱咐了一句 爸妈 欣欣 在家 麻烦你们照看一下 中午饭已经做好了 你们饿了自己吃 公公坐在沙发上 盯着电视里的养生节目 声都不吭一下 刚回房间的婆婆 使劲地甩上门 我知道 他们意见很大 可没办法 我还得早点 去医院送饭 于是便赶紧出了门 我叫张静 上周末我爸来城里送东西 骑电动车载着我妈 由于前一天下了 长雨路面湿滑 我爸一个不小心就摔倒了 过路的人 帮忙叫了救护车 又通知了我和我弟 我们赶到医院时 爸妈都在检查 医生说我爸身上几处骨折 颈部和腰部伤得很严重 我妈 左手也骨折了 头上 还有擦伤 我弟抢在我前面交了 所有费用 给爸妈 办理了 住院手续 只是考虑到 陪护时 犯难了 他和弟媳去年 才在城里买了房 今年又添了个小孩 经济正是紧张的时候 公司那边请假的话 房贷车贷 一家人的生活费 都没了 着落 弟媳一个人在家 带着几个月的奶娃娃 本来也够辛苦了 更没法到医院陪护 想到请护工不放心不说 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综合考虑下 我决定白天由我来医院 照顾爸妈 晚上则由我弟来陪床 这样我也算出了一份力 也不耽误他上班了 本来以为这样的安排合情合理 谁知道婆家那边却掉了链子 老公杨鹏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说我爸妈有儿媳 那轮到我这出嫁的女儿来照顾 再说我去医院照顾自己爸妈 家里孩子谁带公婆谁伺候 我据理力争 说爸妈也不是我弟一个人的 他们出事按理说 我这座女儿的也有义务去照顾 而且公婆虽然年纪大 身体状况还可以照顾一下自己兼顾 带下孙女没问题 公婆听我这么说 立马开始推脱 公公说她高血压最近又犯了 婆婆也说她的腰椎 做了手术后时不时的疼 带不了孙女 就差直接不准我去医院了 最后我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 就是我医院家里两边跑 大清早趁女儿 还没醒我就起床做早饭 留好公婆和女儿的 然后赶往医院给爸妈送 中饭和晚饭也如此 等我弟下班就可以接替我了 我都说到了这份上 他们也没好意思再反对 于是我便开始了 两点一线来回奔波的日子 刚开始两天还好 婆婆虽然总拉着脸 到底没说什么 只是这两天她看我 每天不是顿提榜 就是包才鱼汤 说话渐渐难听起来 先前作为亲家 她还会关心我爸妈两句 可如今嘴里时刻念叨的 是我爸妈不该瞎折腾 出了是拖累子女 言外之意不就是我 不该去照顾他们吗 想着还要拜托她 和公公帮着看女儿 我什么话也不能对 多做少说 尽量低声下气 不让他们挑出错处来说道 尽管这样 婆婆还是有意无意地 给我使半子 明明之前吃完饭 她还会洗下碗 收拾一下桌子 现在什么也不做了 每天我回到家一口 歇气得空闲都没有 大大小小的家务 都等着我做 就这样 婆婆还天天 在我面前叫苦 说待一天的孙女 累得头晕眼花 事实上 我自己一手带大的女儿 我清楚 她很听话 不会瞎闹腾 公婆也没带她出门玩 能有多累 只是我什么也不能辩驳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晚上从医院回来 手忙脚乱地收拾完家里的烂摊子 我累得筋疲力竭 到头便想睡 杨鹏却拉住我 说有事商量 她叫我别天天往医院跑了 说我只顾着自己爸妈 让公婆在家里吃冷饭 冷菜 公公的胃病又患了 婆婆也说腰疼得受不了 杨鹏还说我妈伤得轻 也住了几天院 应该恢复了一些 可以自己下楼去医院食堂买饭 实在不行 我弟还可以叫外卖 总归办法多的是 没必要总指望着我 我听完气不打一处 来起身对道 叫病人自己买饭或者吃外卖 亏你说得出来 你忘记当初你妈做手术住院 我昼夜不离地陪护了半个月 每天吃喝拉撒 得要多尽心就有多尽心 怎么现在我自己爸妈住院 我每天就去送三次饭 还不应该了 做儿媳的照顾生病的 婆婆不是天经地义吗 所以你爸妈就该你弟媳来照顾 你这么天天来回三趟往医院赶 自己家料理不好不说 我还得贴这么多生活费 这些本该你弟出的 杨鹏悠悠悠地说 说到这我才算是听出他话里的意思了 就是我不该花着他的钱来给自己爸妈弄吃的 可平时我爸妈来城里送些老家的土鸡土鸭 婆家人都吃得贼欢 现在我才给爸妈送了几天饭 他们就来这出 真是让人寒心 本来累得上下眼皮 只打架的我 顿时气得没了睡意 以前总听别人说 做女儿的永远亏欠娘家 我现在才体会到 四年前我嫁给杨鹏 正逢婆婆生病住院 我毫不犹豫地请了贾全程陪护 后来怀孕 因为公婆年纪大身体也不好 我不得已辞了工作 生女儿时 做月子 还是我妈照顾的 这之后我也没麻烦过公婆一天 我尽心尽力侍奉他们一家人 总以为人心能换人心 结果却是我连自己 爸妈都不能去照顾 享受别人的付出时心安理得 该伸出援手时 就各种理由借口 这一家子 怎么这么自私冷漠呢 这一晚上我几乎没怎么睡 想了很多 决定不能就这么妥协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趁杨鹏上班去了 我赶紧起床 将女儿穿戴好 拉着她出了门 我先将女儿送到弟媳家 嘱咐她好好听舅妈的话 帮忙带小弟弟 然后才到医院 给我爸妈送早饭 爸妈刚吃完饭 我就接到杨鹏的电话 她质问我 一大早上 带女儿上哪去了 饭都不知道做 公婆还在家饿着肚子 我没好气地回 我在医院照顾我爸妈 今天就不回去了 让公婆自己弄吃的 或者点外卖也行 女儿我也安排好了 不麻烦他们 说完 我便挂了电话 杨鹏又打来几次 接连被我按断 很快她发微信 问我 我不回家 她爸妈怎么办 我冷冷地回 自己的爹妈自己负责 他们好手好脚的 没我还不至于饿死 过了好一会儿 才收到她带着发怒 表情的一条微信 好 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中午我去超市买菜 准备回帝席家做饭 才发现杨鹏把我的微信 亲情卡取消了 她这是想断了我的经济来源 逼我回家呢 看着微信余额里的几个灵 我感觉自己真可悲 做了几年的全职主妇 连花钱都要处处受限制 只是杨鹏越这样逼我 我越是不屈服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是在医院和弟媳家两边跑 弟媳心疼我累 除了做饭送饭 什么活也不让我干 两个孩子都照顾得好好的 我每天回家 她就催我赶紧休息 有人体谅的感觉轻松多了 反观杨鹏那边 一天也没停过对我的指责 说没我这样做人家儿媳的 放着家里的公婆 不管不顾 还说女人结了婚 就该以婆嫁为重 她从头到尾都没关心过 我们母女或者我爸妈半句 看着她大言不惭地说 公婆念在我也是孝心一片 让我早点回去 他们就不跟我计较了 我一个字都懒得回 弟弟弟媳怕我跟杨家关系闹僵 也劝我回去 说爸妈那边他们在想办法 我坚决不回 自己又没做错 凭什么要向他们低头 我是嫁到杨家 又不是卖到杨家 我除了是杨家的媳妇 我也还是我爸妈的女儿 又过了几天 爸妈终于可以出院了 弟弟接他们住在城里 方便照顾以及日后复查 下午我见爸妈都安顿好了 便带女儿回了自己家 公婆态度冷冷的 对我爱搭不理 杨鹏也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 好像我欠了他们家八百万 我懒得去理会他们 照常收拾被他们 造的不成样的屋子 然后准备晚饭 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 也对接下来的路做好了规划 女儿马上要上幼儿园了 我得赶紧重回职场 手心朝上的日子不好过 遇到一家名市里的人 会感念你的牺牲 遇到杨家这样的 以后还不得处处看他们脸色 我开始着手准备找工作的事 每天忙完家务就在网上投简历 再抓紧时间复习专业技能 9月1号 女儿上了幼儿园 我也顺利面试成功了一家公司 直到这时我才告知杨鹏 他不可思议地问我 你上什么班 家里又用不着你挣钱 再说你去上班了 我爸妈怎么办 女儿上学谁接送 我说公婆还有她这个儿子 实在不行就请一个做饭阿姨 女儿上学我负责接送 周末我们一人负责带一天 家里的家务我们也要平摊 杨鹏更是不同意 说我发神经 在家享福 不好非要瞎折腾 我毫不客气地回怼 这种福气我不要 谁稀罕谁来想 又没规定男人不可以 辞职当家庭主夫 况且我当年上班 工资也并不比他低 凭什么就得我辞职在家 杨鹏被我说得哑口无言 转身找他爸妈去了 很快 公婆知道我要去上班 都跑出来反对 婆婆说自古男主外 女主内 赚钱养家都是男人的事 女人就负责做好贤内住 稳固大后方 不让男人在外面 还要操心家里 公公也阵阵有词地说 女人结婚就是 相夫教子伺候公婆的 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 还说我能嫁到他们 这样的家庭已经够幸运了 城里房子有现成的 他老人家还有退休金贴补我们 不像别的年轻人 上要养老下要养小 中间还背着房贷车贷 每天操不完的心 最后他们还来了一番总结 说我就是日子过得太舒心了 闲得没事找事 正好女儿三岁了 当初我是剖妇产医生 建议我还两三年再怀二胎 现在时机正好 得赶紧备孕二胎 争取给他们杨家 生个大胖孙子 我听得怒火中烧 就差一口血喷出来了 之前我跟杨鹏交往 只觉得他家除了公婆 年纪大身体不好 这一弱项外 条件也不算差 没想到我这是进了火坑 以往我从来不顶撞公婆 是因为我要尊敬他们 但这一次我忤逆了他们 不卑不亢地回到 第一 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 早就不兴男尊女卑那一套 第二 法律没规定儿媳 有赡养公婆的义务 第三 只要我不愿意生二胎 谁也没法强制 我当生育机器 最后我通知他们 我明天就开始上班了 该我做的我会做 不该我做的别忘图 道德绑架我 说完 我便转身回房 刘杨家三口在那骂骂咧咧 但不管他们骂什么 我已经不在意了 这一战迟早要打响 最坏的结果 我也已经想好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赶紧在职场站稳脚跟 让自己强大起来 万一这家人 还是冥顽不宁 我也好及早抽身 好了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